Hello大家好,这里是猛点游戏,我是殷晓峰 随着全新英特库内桌面端处理器Ultra 200s系列的上市 我很高兴能够在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这款产品的开箱内容 这期视频除了开箱两款Ultra 200s处理器以外 我们还会一同开箱华硕的零测套件 这个套件包含了即将发售的ROG MAXIMUS Z890HERO主板 以及升级款的ROG龙神3代360 ARGB Xtreme一体式水冷 另外还有一些随之搭配的测评硬件 说明一下我们这一次拿到的所有的硬件都是媒体测评的版本 和随后上市销售的版本在包装上会有一些区别 另外这期视频录制的时间相对较早 掌握的信息还不够全面 具体的产品信息和大家最关心的测评内容 我们会在10月24号晚上11点与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能够点一波关注 到时候方便第一时间观看 好了废话不多说 开箱 现在看到的就是全新英特尔酷雷Ultra 200S系列 媒体评测版的包装盒 整体是一个带有小斜坡的正方形底盒 外观很简洁 正面就是一个大大的英特尔logo 我们先来打开它 当当当当 好的 翻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三折屏的造型 左右两边是宣传图 中间的区域就是这次送车的芯片本体 其中分别为旗舰型号的Ultra 9 285K 和主销型号的Ultra 5 245K 另外左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装饰品 你们列出了这次首发销售上市的五款型号的基础信息 其中包括Ultra 5的K和KF两个版本 Ultra 7的K和KF两个版本 和一款Ultra 9带和弦的版本 好了 由于保密协议的关系 库内的部分暂时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开箱华硕提供的Ultra 200S的测评套件 这个包装是真的大 没有办法直接搬到桌上来给大家开箱 我们先看第一件产品 ROG MAXIMUS Z890 HERO主板 这张主板为ROG MAXIMUS的旗舰系列中的主项型号 定位非常的高端 这次也是作为测评的首选主板 拿来跑个分对它来说简直不要太轻松 先看包装 这一代ROG Z890延续了ROG的经典红黑配色 右上角的败家字眼非常亮眼 底部就是产品支持重要规格和技术的logo 背面也有一些详细的参数 打开包装 包装的上盖会应有这款主板所支持的两种快拆说明 一个是M.2的快拆装甲上手说明 另外一个是M.2滑轨卡扣固定切换装置的上手说明 还有一个就是显卡易拆装的上手说明 揭开保护盖后 里面就是ROG Z890 HERO的本体 这个是真的帅呀 老规矩我们拿到一边 先来看一看配件 第二层里面就是保学卡 说明书和信仰贴纸 还有一张ROG的ID卡片 来到第三层里面全部都是配件部分了 除了常规的配件以外 这里还有开屏器 USB的驱动盘 以拆式WiFi天线等等 我们接下来看看主板 主板的规格依然是ATX 外观装甲部分的造型 特别是供电部分和刚刚推出不久的 X8701HERO非常的相似 供电部分采用的是22-110Ah加1-90Ah加2-90Ah加2-80Ah的供电模组 同时也提供了AI智能超频 AI智能散热2.0和AI智能网络等一键优化技术 方便获取更好的性能 另外还提供了NPU BOS的加速引擎 同样支持一键NPU超频 可以为AI工作流程提高效率 在外观上下方的M.2和PCIe部分 还是有些区别的 另外背部的装甲也给安排上了 这个外观大家能打几分呢 内存插槽这次也进行了优化 加入了NaturePath技术 通过缩短金手指针角和优化信号入境 来提升了内存的性能 具体能够提升多少呢 目前还不得而知 这个要等到后续的性能解禁 再来给大家汇报 此外它还支持了DIMM Fit Flex AMP3.0等 可以更好地释放DDR5的内存潜能 M.2的部分这次它提供了6条 其中3条5.0 3条4.0 其中第一条的装甲增加了快拆的设计 按下金属的部分就能够轻松地取出装甲 反之只需要扣回去就行了 非常的方便 另外每一条都支持了华贵卡扣 在安装不同规格的M.2固态硬盘时 也免去了来回拧螺式的操作 PCIe插槽部分 一共提供了三条 一条5.0X16 一条4.0X16 和一条4.0X1 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玩家的需求 边缘接口部分基本属于大满配啊 5个风扇接口 2个水棒接口 3个5V ARGB口 一个20GB的前置C口 并且支持60WDP和QC4 Plus快充协议 一个10GB的前置C口 另外还有两个前置3.0 两个前置2.0 4个SATA接口和一个Slim SAS口 背部接口也同样很丰富 一个HDMI2.0 两个40GB的雷电4 一个10GB的C口 4个10GB的A口 和4个5GB的A口 网口也是两个 一个2.5G 一个5G 下面就是WiFi器的外置天线 和音频输入输出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件产品 RG的龙神三代360 ARGB Xtreme 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这个版本相较于之前的三代 在液晶屏显示效果和散的表现上 都有了提升 这个就是龙神三代Xtreme版的水冷头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液晶屏和之前有所变化 最明显的就是整个屏占比变高了 点亮之后的分辨率也提高了 显示效果会更加出色 下面的水棒用的是最新的 ASTECH 8.5代水棒 相比之前8代龙神360 温度控制大约可以再降低5度左右 底部卡扣 这次也兼容到了最新的 Intel LGA1851的标准 通过特动扣距 可以实现1700和1851之间的切换 另外一个较大的提升 就是这三片风扇的厚度 还有转速 厚度从原来的25毫米升级到了30毫米 这样的话整个风量 以及散的效果 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具体的性能表现 会在下次的测评内容中一起公布 龙神三Xtreme的上市时间 会早于主板 提前到今天 也就是10月10号开始预售 然后在10月14号20点可以付尾款开抢了 预售到手价大概在2949欧元 这一批上市的是黑色的版本 后面晚一点 应该还会推出一个白色的版本 喜欢的玩家记得留意一下 好 开完了两个大件 这个礼盒里面还藏了两个小件 这个是ROG RG07硅脂套装 一个硅脂膏 4片ROG图案的模具 一个刮片 两张清洁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模具还挺有意思的 它呢 可以在图硅脂的时候贴在CPU上 然后将硅脂挤在这个模具上 通过刮片刮出多余的硅脂 最后可以得到一个带有相应图案的硅脂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效果啊 非常的有仪式感 接下来下面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ROG小徽章 最后一件就是美商海盗船DDR5的内存套装了 型号是统治太坦者 容量是2-24GB 速率是7800MTS 持续是38 48 48 48 98 装甲部分支持海盗船自家的DHX冷却技术 而RGB的部分支持华硕的神光铜布 规格也是相当的高啊 我也非常期待他的表现 好了由于保密协议的关系啊 这个视频到这里就要打住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赞收藏 并且关注我们的频道 正式的测评内容 我们正在紧张的制作当中了 好了这里是梦念游戏 我是殷晓峰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